石门区人口结构已长辈居多 为此石门国中的服务学习课程也是相当不同 发起学生组成世代志工 亲信社区长辈 每次到了老人会办理共餐的日子 世代志工们也都会来到老人会中关怀阿公阿嬷 提供按摩还有舞蹈表演 希望长辈们都可以身心放松 愉悦共餐 石门国中学生的服务学习相当特别 因为石门区人口结构长辈居多 学校也发起学生组成世代志工 在社区服务的时候 学生们不只是刻板印象中社区清洁打扫 还会亲近长辈关怀老人家 到了石门区老人会办理共餐的日子 石门国中的世代志工也来到老人会中关怀阿公阿嬷 有按摩还有舞蹈表演 就是希望长辈们度过一个轻松又愉快的上午 今天来这里有按摩 跳舞还有一起健康操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很少有机会可以跟阿公阿嬷一起这样互动 所以只要希望之后假如说还有机会的话 可以多来参加这种世代志工服务学习 陪老人帮老人家按摩 然后还有陪他们跳健康操啊 跟他们聊天 然后表演给他们看 其实觉得心情还蛮好的 而且看到老人家就是看到我们跳舞完之后 学习健康操要跟着长辈们一起逗一动 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有教老人家健康操 以及按摩还有舞蹈表演 那能够 孩子能够来这边跟老人长者一起来主生共荣 然后轻盈来共学就觉得很有意义 让孩子能够落实这种服务学习 跟老人家关怀 那一起进行很意义的一个快乐时光 午餐时间一到 学生们还会帮忙整理环境 甚至是协助收纳桌椅摆放桌板与桌巾 还有端菜上桌等等 留意每一个小细节 主动积极的帮忙共产运作 要给长辈们无微不惧的照顾 也希望老人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 轻松度过每一天 记者老品寒 食人们采访报道